那想怎么样呢 我太累了 我不想再给他吉贵了 我听明白了 就是您实际上是不想跟他过了 对吧 对 这个家说白了 有没有他您觉得都一样 是吧 不是 那有啥不一样的呢 毕竟他是男的 这 毕竟他是男的 那世界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呢 所以您到底要干嘛呀 想明白了吗 你也仔细琢磨琢磨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把一个女人 逼到这个墙角上去 他会说我们结婚六年 在结婚之前的一个承诺 他没有兑现 他拿这个来说事 那这六年的日子 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你得好好反思反思 一个已经对现在的日子绝望了 一个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 这个里面就有预期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真的努力 还是能力不够 或者运气不好的问题 很复杂 那面对这些风险的时候 夫妻之间要不要共同承担呢 还是所谓的大难来时 要各自飞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跟你说 我录他们这段的时候 我就心里特别堵你知道吗 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 还对生活没有一个 我觉得叫基本常识的认知的时候 你真的就不知道 怎么跟他交流 你是听不下去 他们是过不下去了 听到现在我就始终觉得 这位女士在问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王家们都是美的 他认识的 最爱的 周围 当我对他说 他的话 是 里面 他 会 闹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周群老师 我觉得李女士你有一个特别让人抓狂和生气的地方在于 如果你没有生过孩子 然后这个男人说你只管生不用管 这样的鬼话 你信也就信了 关键是您生过一个孩子 你后来没发现吗 你听起来发现说那个儿子其实他没管 但是那你也是为人母 也有这种母性的这种感觉在吧 就这孩子你可能不管他吗 你不想他吗 想 对啊 而且当宋先生说到你大儿子特别奸 就用这么刺耳的一个词的时候 我没觉得你有多愤怒 赵川愤怒了 对 赵川愤怒了 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不要对十几岁的孩子下这样的不客观的一个定义 没错 我们都愤怒 可是你很平静 我就纳了闷了 甭管说这孩子是我跟你生的 还是我跟我前夫生的 他都是我的孩子 然后你反而说到自己被骗这件事的时候 就跟 就炸了 拜托呀 就现在十八十九的小姑娘都知道 不能信男人这张嘴 你到现在这个年纪还信啊 而且这不是他骗你 是你主动自己愿意被骗的 所有的承诺需要判断 而且哪有人念着当初的承诺过日子的呀 其实你一直念着当初的承诺 一直咬定 说他骗你 归根结底是 你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生活 因为你第二次婚姻又失败了 你说他虚荣 其实是你虚荣 觉得在前夫面前抬不起来头 我现在过得依然是这样的日子 甚至还没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过得好 你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生活 所以你一直说 你骗了我 你当初对我的承诺都没有实现 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不知道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但是你如果一直活在这种执念当中 不放下对抗 不把挡在耳朵上的手拿开 听一听别人在说什么的话 你会生活得越来越糟糕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你既然已经当初选择嫁给他了 他的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 包括你自己 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 你不能每天自己 把自己的耳朵挡住 我不听我也不看我也不想 反正你当初就这么承诺我了 清醒一点吧 我觉得你现在要面对现实